刚才播放的这几段音乐呢 它们的旋律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都能听出来 它们的音色是不同的 那旋律相同 为什么我们能够分辨出不同的音色呢 那这就要从声学上来讲一下了 初中的物理课上呢 大家都学到过 物体的振动频率呢 决定音高 比如说中央C这个音 它的频率呢 是261.6赫兹左右 那钢琴最低的这个音呢 这个A是27.5赫兹 但实际上呢 当一个物体发声的时候 并不是说 整个物体所有的点 都是按照这个频率来振动的 除了这个基本振动频率之外呢 还有很多的部分呢 是按照其他的频率在振动的 比如说我在钢琴上弹一个中央C 那我们乍一听呢 肯定觉得这就是一个C的音高啊 但是其实不然啊 如果你用仪器来监测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啊 除了中央C这个频率之外 还有其他的频率也在想 那这个例子中呢 C就是基音 其他的音呢 我们就管它叫做泛音 基音呢 决定着我们听觉上它的音高 而泛音呢 就决定着啊 这个发声物体的音色 那之所以你听不清楚 泛音部分的音高啊 是因为泛音比较弱 耳朵呢 很难分辨出来 因为泛音呢 它是有很多个的 那这些泛音的数量 以及这个分布的状态等因素呢 就导致了各种乐器之间音色的不同 比如说在一个泛音列中 较低的一些范围比较强 就会导致它的音色比较 丰满和宽广 比如说圆号 那反过来 比如说脚高的泛音比较强的话呢 就会导致这个音色听起来 非常的尖锐刺耳 比如说双黄管 那再比如 偶数位的泛音比较强 而基数位的泛音比较弱呢 它的音色呢 就会比较空洞 比如说单黄管 所以说泛音的分布呢 它是决定着音色不同的 最客观的一个原因 但是呢 我们大脑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一个器官啊 它不会去衡量说 一个音色的频率是多少 它只会说把你听到的这个声波 转化成一种感觉 或者是印象 我们以此呢 来分辨出不同的音色 另外呢 我们如果想把不同的音色 对应到不同的乐器上 主要的方法呢 还是靠感觉 每一个音的音头的部分 也就是声音刚刚发出来的 那一小段声音 以及呢 音高之间的变化 以这两个为特征依据 来判断具体是哪种乐器的 比如说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啊 我把几种音色的音头部分剪掉 并且呢 只播放同一个音高 这样的话呢 即使你听出来 它们的音色是不同的 但是呢 你也很难辨认出 具体是哪个乐器 不信的话呢 大家可以把接下来 你听到的这几种音色 所对应的乐器 发在评论区 看看有几个人 能够正确的分辨出来